旅客踏進台灣 終於不用一次關七天 入境變得更簡單 也讓大家進一步預期 最快八九月 是否就能全面放寬入境免隔離 打夠疫苗能夠鬆綁 但在這之前 還有兩大問題帶解 在七加七的現在 過去一週約兩萬人入境 十五號之後放寬三加四 但入境上限每週二點五萬人 隨著七八月暑假 返鄉旅遊人潮增加 是否有可能有人沒辦法入境 對此民航局表示 會分配航空公司 每週入境人數的配額 另外歐美地區近期 BA.4、BA.5病毒變異株再起 雖然疫情上升速度緩慢 但台灣國內病毒株 目前還是以BA.2為主 還沒出現這兩種變異株 也讓外界憂心入境鬆綁 同時也讓新的病毒株流進來 我們之前邊境管制 我們的BA1和BA2還是都進來了 BA5它的傳染力是比BA4還強的 它BA5的確診數是BA4的兩倍 所以我想台灣也很難逃過 也有專家認為新的病毒變異株 親臺無可避免 雖然BA.4、BA.5傳染力更強 但研判感染過BA.1或2之後 對新的病毒株有交叉保護作用 因此對邊境逐步開放而言 應該是沒有太大問題 依舊是戒慎而不恐懼 近期文 吳慧山 須惠城報導